怦然心动的瞬间 是人群中一眼看到你 只看到你 这是哪儿啊 在您家啊小姐 海北市您家的别墅啊小姐 你放我出去 我不认识你 我也没怀孕 我更不想嫁给你 看来她真的不记得了 真的想不起来也没关系 你可以 重新慢慢地开始认识我 我对你不是很了解 但你却突然间知道我很多生活习惯 这也太不正常了 我知道你很多生活习惯是因为我关注你 只可惜 你也是作者笔下的纸片 对不起 有些原因 我不能爱上你 你能接受吗 你能看到小说 方木琛 你到底是谁 有些答案 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小哥 小哥 你不可以去她 她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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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在哪儿 不管你记得 还是已经忘记了 我 一直都在 小哥 小哥 不管你是谁 不管是在这里 还是出去以后 我都愿意无条件相信你 我也是为了找你 才来这个世界的呀 你是为了找我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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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我 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